德国公布最新国防开支计划 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参加演习 据彭博社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日前宣布 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包括批准1000亿欧元专项资金 并从2024年起 将德国每年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提高到2%以上 这是德国自量的统一 后首次大幅增加国防预算 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德国媒体报道称 自两德统一后 德国外部安全威胁大幅减弱 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占据主导 德国联邦国防军兵力 从1990年的约50万人 缩减至当前的约18万人 1990年 德国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2% 2016年 这一数字减至1.15% 特朗普执政时期 美国多次指责 德国国防预算未达到北约防务支出标准 要求提升至战国内生产总值的2% 迫于压力 德国此后逐步增加国防预算 2021年实战比提升至1.5% 在德国总理宣布最新的国防开支计划后 3月6日 德国联邦国防部长 蓝布雷希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希望获批的额外资金主要用于优化士兵的个人装备 据称 蓝布雷希特已向国防军最高指挥官下达 将改善部队的个人装备作为优先事项 指示 除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外 德国将改变禁止 向冲突地区出口武器的长期政策 并计划投入1.37万人加入北约快速反应部队 同时在罗马尼亚部署战机 在立陶宛部署装甲车 针对德国国防政策的这一重大调整 多方表示高度关注 国内舆论陷入热议中 一些德国媒体认为 舒尔茨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做法正当其实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员亨尼西·货夫表示 默克尔时期的德国联邦国防军长期经费不足 在执行一些任务或参与北约大型军演时 往往需要从多处求援 以获得必要的物资 德国联邦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麦斯 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所领导的联邦国防军几乎两手空空 最新公布的国防开支计划 将有助于改善上述状况 同时 也有人对舒尔茨此举提出质疑 德国反对党和部分经济学家指出 大量追加军费 或将造成债务陡增 破坏财政纪律等问题 还有观点认为 德国正告别其战后确立的和平主义传统 逐步成为一个正常的军事国家 德国已经被当前局势所推动 朝着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角色迈进 军工企业期待机遇期 在舒尔茨公布 大幅增加德国国防预算的消息后 德国莱茵金属公司 空中客车公司 雷达和无人机制造商 德国亨索尔特的股价均大幅上涨 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帕佩格 第一时间宣布 全体员工已做好三班岛准备 并向德国政府承报价值 420亿欧元的军工生产计划 其中包括武装直升机 轮式和履带战车等 德国国防与军事工业协会会长 阿兹波迪恩 信心满满地表示 德国军工业有能力 待短期内为军队提供武器弹药 防空系统和导弹等各型装备 甚至可以为此 将其他国家的军用或民用产品订单延后 外国媒体关注分水岭 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网站 3月1日刊登题为 德国彻底改变安全政策的文章称 德国将被推上军事强国的道路 英国路透社评论称 德国似乎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未来 这个欧盟最大经济题 处理国际和安全问题的方式 将发生彻底改变 分析人士指出 近年来 无论是特朗普执政时期 美国要求德国增加军费 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组建欧洲军 德国虽然口头上表示支持 但具体实际行动有限 此次 舒尔茨出乎各界预期大幅增加德国国防预算 既是针对现实威胁的应急之举 也是前瞻欧洲未来军事博弈的提前布局 总的来看 德国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潜在影响不容低估 根据舒尔茨公布的武器系统采购计划 德国未来将考虑从以色列购买最先进的无人机 从美国采购F35战斗机 这些战机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德国和北约的威慑力 同时 德国还将加紧与欧洲伙伴联合研发 生产下一代战机和主战坦克 与挪威合作为两国海军建造6艘212CD型潜艇 正如德国联邦财政部长林德纳所言 德国未来的目标是建设一支现代化 强大的联邦国防军 在2030年前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以符合德国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和责任 有消息称 在德国宣布大幅追加国防预算后 法国等欧洲国家也将逐步调整防务政策 德国和法国可能会在联手打造北约内部的 欧洲支柱方面采取更大动作 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